HiHi,我是Josh 對於任何一支大聯盟球隊來說 如果可以同時擁有兩個S等級的投手 絕對會是一組非常強大的武器 大聯盟官網最近就選出了目前全聯盟 排名前10名的雙人組合 要排名那當然要有相關的數據來做依據 今天我們用的方式是根據2018年的WAR預測值 來排序投手的排名 然後再把兩個人的排名相加 例如柯曉的WAR預測值排名 是第一名 同隊的Rich Hill是第41名 那他們兩個相加的分數就是42 相加的分數越低 代表這一個組合越強 接著我們就依序來看前10名的組合吧 第10名 洛杉磯稻齊 坦坦柯曉和Rich Hill 總分42分 能有聯盟SP第一人的柯曉 還只能排名第10 代表稻齊的惡耗先發確實是比較令人擔心的 稻齊如果想要爭冠 Rich Hill的表現將會是關鍵 第9名 廢城廢城人 Jack Areata和Arenola 總分41分 在Areata加盟廢城人之前 廢城人的頭2號先發 總分高達111分 他們這個組合比較令人擔心的是 Areata是不是開始退化了 他的球數跟滾地球比率都在下滑 被權力打率也有明顯的上升 另外有一點可以特別注意 廢城人這組雙人組合中 排名比較好的 其實是年輕的Arenola 排名第15名 並列第7名 紐約陽姬 Louis Severino和田中降大 總分35分 Severino去年投出王牌身手 最終在四洋獎票選拿到第3名 田中則是整個上半季都跌跌撞撞 明星賽後才逐漸找回手感 下半季在主場的防禦率低到只有1.29 到了季后賽更是徹底爆發 那四局的投球只丟掉2分 並列第7名 休斯頓太空人 Justin Verlander和Dars Keiko 總分35分 去年田中在季球賽投成這樣 卻還闖不進世界大賽 主因就是他遇到了 比他更可怕的Justin Verlander 每年冠軍系列賽的防禦率低到不可思議的0.56 而太空人的另一張Ace 2015年的賽上獎得主Dars Keiko 即將迎來15年之後 第一個健康的賽季 第6名 雅力桑那響尾蛇 Zack Gwinky 和Robbie Ray 總分30分 Gwinky上季從16年歷人失望的表現中做出反彈 不過今年春訓他卻出現失速的問題 最近更是有受傷的消息傳出 Robbie Ray 去年則是投出破檢而出的一季 防禦率2.89 K90更是全國年最高的12.1 Rey跟Gwinky 如果今年能夠重現去年的表現 那響尾蛇有機會自2001 與02年之後 第一次連續兩季 可以殺進季後賽 接下來要進入前五名喔 並列第四名 波斯頓紅襪 Chris Sale 和Daily Price 總分29分 去年球季剛開始的時候 看起來每年三樣獎 已經是Chris Sale的囊中物了 可惜他季末有點後繼無力 不過他還是繳出了2.90的防禦率 以及領先全大聯盟的308四三陣 這個投球是詭異的強力左頭 今年的WAR預測值 排名全大聯盟第四名 Daily Price去年受到傷勢困擾 季末回來之後 暫時先從後援出發 沒有意外的話 Price今年會健康的回到先發位置上 跟Sale組成可怕的左頭combo 並列第四名 芝加哥小熊 達比修和Jose Quintana 總分29分 這個組合非常有趣 根據小熊公佈的開季先發輪值 達比修跟Quintana 分別只是小熊的3號跟4號先發 我們應該說小熊的輪值強度非常平均吧 撇開去年世界大賽的表現不看 達比修例行賽的成績 算是很令人放心的 過去5年適度入選明星賽 生涯K9值高達11 在大聯盟歷史上 所有投球局數超過800局的先發投手之中 排名第一 Quintana是我非常喜歡的投手 過去在白襪的表現一直很穩定 無奈運氣欠佳 勝場數少得可憐 去年轉隊到同一個城市的小熊之後 14場先發拿下7勝3敗 今年的成績令人期待 終於要進入前三名喔 第三名 克里夫安印第安人 Cory Kluber 和Carlos Calasco 總分16分 兩度三樣獎得主Kluber 今年的WAR預測值 排名僅是於蘇童科曉 從2014年開始 他的單季防禦率 就不曾超過3.49 Carlos Calasco去年每年三樣獎票選 排名第4 過去三個球季 他的防禦率是3.41 K9值10.1 第2名 華盛頓國民 Max Chaser 和Steven Strasburger 總分12分 其實架許我看到這篇文章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想到他們這一個組合 沒想到他們竟然不是第一名 Straser 是連續兩年國聯三樣獎的得主 成績自然不用多說 Strasburger 去年則是投出生涯最精彩的一季 28場的先發 有著2.52的防禦率 跟10.5的K9值 G23面對小熊總共投了14局 沒有丟掉任何1分至12分 第1名 紐約大都會 Noah Syndergaard 和Jacob de Guam 總分9分 這個組合只要健康 確實是有機會在這個排行榜上排名首位的 雷神Synderga 去年因為受傷導致賽季早早報銷 今年他在春訓 狂飆三位數的火球 向所有人宣告 他已經完全復原了 底光去年成功達成了第一個200局的賽季 看起來16年的傷勢 對他已經沒有什麼影響了 不過 他在春訓又傳出背部不適的消息 希望不要太嚴重 大都會的靈氣真的超可怕的 Margas才剛加入梅托球就手骨折要動手術 球團真的不考慮找風水師來看一下嗎 我是Josh 今天的影片好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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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